2021年5月8日,大脚星人理事会,引领社会进入第五维度,传导丹尼尔斯科兰顿。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我们对一个人试图融入社会有一个很好的了解,我们也对某人发表违背社会规范的言论有一个很好的了解。 我们也注意到,当你们中的一个人愿意做你们自己,而做你们自己并不是对你们所意识到的社会规范的反抗。 你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最佳的位置,你们允许自己成为你们想成为的人,而你们并不在乎别人怎么想,这是最有效的。 你们既不是一个没守成规的人,也不是一个叛逆者,你们就是你们自己。 大多数人都会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到达那里,你们认为你们应该是谁,或者你们父母希望你们成为谁,你们就会蜕变。 甚至有很多单身的成年人都在四处奔波,试图成为自己喜欢的性别想要的样子。 或者至少他们在做他们认为他们喜欢的性别想要他们做的事情,看起来他们认为他们需要寻找以吸引某人。 现在,在一个人的生命中,也会有这样一个时刻,是时候审视你们是作为自己生活在恐惧中的一部分来运作,还是作为自己寻找快乐的一部分来运作。 你们也有一种求生的本能,除了这种渴望融入或脱颖而出的人,他们是故意变得不适合的。 生存本能意味着你们必须与他人竞争,这意味着你们必须远远超出足够这个概念,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这是你们的一部分,从来没有真正感到放松,因为一些不好的事情可能会发生。 你们可能会得疾病或者经济会衰退,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让你们的生存处于危险之中。 我们正在和你们中那些很久以前就认识到生存本能的人说话,他们也已经蜕变了。 所以你们可以简单地追求你们的快乐,你们注定要生活在极乐之中,当你们早上醒来的时候,你们会充满渴望和热情,但是你们仍然会看到你们周围的人生活在恐惧之中,这对你们来说非常困难。 更难的是说服他们不再需要害怕,那么你们能做什么呢? 你们可以充实地过你们的生活,闪耀你们的光芒,邀请任何人和所有想和你们一起参加欢乐游行的人一起游行。 你们可以成为其他人的榜样,告诉他们如何像你们这样骄傲的生活,不畏惧你们的凡人本性。 你们已经进化到了一个不用太担心生存的程度,你们已经进化到了不朽的程度。 当你们能向别人展示不害怕死亡和不害怕别人的想法是多么美好的感觉时,你们就能带领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进入一个全新的维度。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